在彼得最软弱 而回应说 主你知道我爱你 的时候 主就给了他一个最高的托付 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 这是最高的托付 你想想看 谁能喂养 只有主 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讲 主耶稣如何喂养 这十一个事例 十一种不同的情形 对不对 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说到 主耶稣他在他人性里的顾惜 和神性里的喂养 只有主能喂养 也只有主能挽回人 但是在主的复活里 他有个新意 他要得着所有属他的人 起来与他天上的执事合作 来牧养他的养 好带进基督的身体 来完成神的经论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最高的托付 就是牧养主的羊 如果我是主 我绝对不会托付彼得 因为彼得这种人 他太不稳定 我若请他牧养我的羊 我所有的羊都被他踩死了 但是主不在乎这些 主知道 主也会在彼得里面 给他有供应 要他起来 敬这个使徒的执事 与他天上的执事合作 这个什么是使徒的执事啊 什么是一个受神猜浅之人的执事啊 就是牧养 所以照着圣经 也照着我们整个照会的历史 我们知道 李弟兄有一个梦 就是要 主的恢复要达到最后的复兴 预备新妇 把主带回来 他就是借着全体起来 牧养主的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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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